上周我去到宠物店给我的好朋友小猫买猫粮的时候 发现很多货架都空了 我抓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他最爱吃的猫粮和他最爱用的猫砂 好奇怪哦 为什么货架全部都空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会缺货缺成这样子 我一回家打开手机 发现推特上有同样问题的人不在少数 大家都在超市里发现了诡异的情况 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有的商家为了让场面看起来不那么难看 干脆打印了实物的图片挂在货架上 可能会让顾客有一些心理安慰的感觉 货架搬空的场面让人看了 感觉心里也太不踏实了 本来这些应该在货架上的货物都去哪了呢 由于供应链危机爆发 现在这些货还都在港口卡着 在洛杉矶就有60万个集装箱 将近1200万吨的货还没有上岸 这些每一个小长条的集装箱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那种超大货车 后面挂的超大货箱 这么多堆在那里 还有那些排队等着卸货的船 数量加起来是相当可观的 那这些装载货物的船现在都在港口的漂流区排队等着卸货 为啥在漂流区呢 因为等待的货船已经把抛锚点全部都占满了 相当于停车场里车位都停满了 没地方停船了 那这个漂流区就类似于机场降落跑道繁忙 飞机为了等跑道就在天上一圈一圈的盘旋这样的一个空域 那由于排队的船太多 很多船都不得不停在离港口20多英里远的地方 Costco跟Walmart也开始堆一些商品限制购买数量 有预计类似于去年大家疯狂抢夺卫生纸的画面还会再次出现 如果你在网上买的东西迟迟没到 那很有可能就是堵在港口排队呢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Niji Niels的指甲油 你就完全都不需要担心啦 因为Niji Niels的指甲油是完全在美国制造的 采用市面上最高规格Tenfreed的材质 又漂亮又安全 马上秋冬感恩记就要到来了 漂亮的指甲油套盒是精致的送礼首选 不管你是喜欢亮晶晶的指甲油 还是喜欢马卡龙颜色的可爱的指甲油 都能够在网站上找到 颜色实在是太齐全了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买不到 现在就登陆Niji Niels的网站 选购你心爱的指甲油 结账时输入折扣码 AI News10就能够获得9折的优惠哦 好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那么现在面对的情况就是 货到了港口 全部卡在那里 卸货的人不够 开卡车往外运货的人也不够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多样 那政府对于新冠疫情的管制 对于公司和员工的限制条例 都是导致现在情况的原因 港口现在的运营容量 只能是60%到70% 对于大量堆积的货物 这样的运营模式 根本没有办法快速的解决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现在货架是空的 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节日季节 也是人们在一年当中消费的旺季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拜登就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他要求港口 7天24小时 你要不停歇的连轴转来工作 期望能够解决货运危机的问题 拜登辛苦 跟团队研究了一个礼拜 决定说让港口24小时7天全天后开放 这不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那么他给的这个办法到底管用不管用呢 我们下面来看看 在港口工作的运输工会的领导 这位业内人士对于拜登下的指示 有什么看法 President Biden has released this strategy to try to solve this shipping crisis will President Biden plan will President Biden's plan work well let's just step back to see what that plan is it's a new theme song is that we're open that Port of Los Angeles is open 24-7 so we have always been open 24 hours a day so it's not something new it's just something where people are getting stimulated to come pick up their cargo at different times of hours of the night a day and night so we've always been here we've always been available and if the other parts of the supply chain decide on buying into that plan the congestion should ease 拜登这只是一下就翻车了 这个大哥面对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说话都算客气的了 拜登你说啥呢 我们港口本来就是7天24小时开放啊 这就是拜登团队研究了一个礼拜的结果 让本来就7天24小时开放的港口 开始7天24小时开放 我也不知道我说啥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啥呢 运输行业内的人肯定也不知道他说啥呢 但是这就是拜登说的 当拜登做出了这个重大指示之后 记者就追问拜登 那现在这油价这么高 要怎么解决呀 货运现在堵成这样 大家买的圣诞礼物 能不能够准时拿到手 面对这些问题 拜登使用了他最常用的一招 跑 为啥不回答 剧本上没写咋回答呀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脑子不太好 跑得倒挺快 那这次的运输危机 也不单单是由于新冠疫情的政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加州的政策 加州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出台了一项新规定 这项规定也是为了推行他们新一步的agenda 就是气候变迁 这项规定里面说 在加州注册的卡车 如果你用的是2011年或者是2010年之前制造的发动机 那么制造这个发动机的运营商一定要符合政府2020年开始的针对卡车和公共汽车的新规定 不然的话这些车辆就不能在加州的DMV登记 这个方案是加州政府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就排放标准达成的新的协议 这个法规一开始实施 全国就有一半的车都不能从洛杉矶的港口和长滩港口取货 几乎是所有私人运营商的卡车和全国范围内的运输车队一半的车全部都被拒之门外 所以运输公司为了能够继续的运货 他们就需要用新型的符合加州政府规定的卡车去取货 所以不管港口开放几个小时符合规定的卡车数量就是那么有限 那货运这个事归根结底是归谁管呢 国家里面总得有个人管吧 那运输方面当然就是要找运输部长啦 现在我们的运输部长他叫做Pete Buttigieg 是一名已婚的同性恋 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LGBTQ身份的内阁首长 他主要的职责就是制定和调整政策 提供一个高效运作及具有经济效益的国家运输系统 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辅助国防 这个货运危机都爆发成这样了 但是这个人他却消失了两个月 运输部长消失了两个月都没有人注意到 你猜都猜不着这段时间他干啥去 Frustration over the nation's broken supply chain is growing today as thousands of containers continue to sit on the docks shoppers are facing empty store shelves and many are laying the blame fairly or not on the president Empty Shelves Joe is the number one trending hashtag on Twitter and everyone wants to know where's Pete where is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Pete Buttigieg haven heard much from him a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Buttigieg is supposed to be the point person for the crisis but he's been on paternity leave having adopted two babies with husband Chasen 对他休产假去了 他和他的老公没有一个人能怀孕 也没有一个人能生产 在国家货运危机爆发的时候 运输部长跑去休带薪产假了 那现在他终于回来工作了 对于爆发的货运危机 他说太好了 这证明我们拜登总统领导的好 We're seeing major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in the U.S. right now causing everything from higher prices to longer waits for products Moody's warns that these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quote will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 unquote Do Americans need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is to ge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Well certainly a lot of the challenges that we've been experiencing this year will continue into next year but there are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steps that we can tak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Look part of what's happening isn't just the supply side it's the demand side demand is off the charts retail sales are through the roof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ose images of ships for example waiting at anchor on the west coast you know every one of those ships is full of record amounts of goods that Americans are buying because demand is up because income is up because the president has successfully guided this economy out of the teeth of a terrifying recession 这都是因为我们伟大的总统周拜登 对于经济的伟大指导 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够集体上升 大家收入高了 所以买的东西多了 才造成了货运堵塞的问题吗 没有人买东西不就不堵塞了吗 跟这个回答如出一辙的 还有整个白宫说谎最多的发言人 Jan Saki 对于通货膨胀这件事情 他说 这是好事啊 Inflation is skyrocketing as I don't need to tell you the prices for home heating costs cars groceries furniture rent gasoline are hitting americans right in the wallet the white house response has been generally to say hey inflation shows that we're coming out of the recession so it's a good sign that the fact is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about half what it was a year ago so a year ago people were in their homes 10% of people were unemployed gas prices were low because nobody was driving people weren't buying goods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jobs 現在,更人有職業,更人売買物,那是增加的需品。 這也是好事。 同時,我們知道這個收入是低,因為我們是出現的 pandemic。 因為很多市場的漫製都說了,因為貿易擁有公共重新的世界上都說了解, 因为池车并不正在应该活动 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工作 人们应该知道是 年轻费会下降 经济人们都说了 他们都在推荐那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 去攻击这些价格的问题 影响美国人每天 但是有不同的问题 在不同的区域 和很多的东西你所说的 不只是Jan Saki 还有拜登的幕僚长 转发了一条推特 这条推特里面说的内容是 我们面临的大多数经济问题 通货膨胀供应链等等 都是高级问题 如果我们的失业率仍然是10% 我们就不会面临这些问题 相反我们会遇到更糟糕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能够面临现在这些涨价的危机 和供应链的危机 都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太好了 这一切都是经济大好的势头 Basically they're saying that everything sucks because Biden is so awesome 我们有一个撒谎的政党在骗老百姓 睁眼说瞎话已经是他们的常态 现在在加州加一次油 就要4块多一家轮 去到超市 9毛9的金针菇 已经涨到了5块钱一包 民主党不断的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不断的在印钞票 不断的在拟定各种花钱的法案 不断的在给人们发各种救济金 但是这一切带来的后果就是 我们并没有拿到更多的钱 反而更少了 联邦数据证实 由于通货膨胀 美国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正在下降 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的报告说 2020年6月到2021年6月期间 美国的平均每小时收入增长了3.6%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了通货膨胀的话 其实实际的平均实新比原来下降了1.7% 在白宫里的每个人都知道真相 但是他们都有统一的口径 就是这是好事 我们多亏了拜登的领导 我们才能过得越来越好 油价上涨是好事 食品上涨是好事 吃的穿的用的全部都涨价 证明了我们国家兴旺发达 这样的谎言恐怕只能骗他们自己 拜登幕僚长转发的推特 说通货膨胀和供应链都是高级问题 这不是高级问题 因为有钱人他根本就不在乎价格上涨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在超市里 把涨价的金针菇拿起来再放下 他们也不会像我们一样 因为Costco油价相对便宜 所以每次为了省一点钱 都要去Costco的gasoline排队 这是最普通的问题 因为受到伤害的是我们这些最普通的人 是我们这些勤勤恳恳工作 交着高额税金 还要被逼着喊拜登万岁的人 何不识肉迷的故事在美国上演 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高喊拜登万岁 我们也可以做看清事实的人 告诉大家这群人是吸血鬼 他们并不是为了人民努力工作的人 他们不是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一群人 而是eat the people kill the people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朋友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居住在美国南加州的友人 居然欢迎非法移民 原因是川普禁止了非法移民之后 减少了低薪劳工 蔬菜水果都涨价 因为没有便宜的非法移民提供劳力 割草皮也涨价 因为没有非法移民低价竞争 合法的老末移民趁机涨价 让他的退休金要增加支出 让我无语 基本上呢 我认为这个朋友说的全是假的 我认为啦 我妈就有非法移民帮他除草啊 她不是非法移民帮他除草 就是有一个墨西哥的人 然后她是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然后去帮他除草 她有没有hire非法移民呢 我觉得她是有hire非法移民的 因为有时候来的人英文也不会讲 只要是做生意的人就知道 你涨东西你涨价的话 你如果涨在客人身上的话 你就会丢生意 因为永远都会有其他的比你便宜的地方 他说什么蔬果都涨价 你觉得现在拜登这个蔬果没涨价 现在非法移民够多了吧 现在全部都涨了 汽油涨了两倍哦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你的那个朋友 是在唬烂别人 然后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就住男家 这个东西我很清楚 非法移民是什么样子 然后什么样的非法移民 我认识一些非法移民 他们是很努力工作的 然后他们是很愿意去做这些东西的 然后他们会跟你谈条件的 你也没有办法随便打压他们 非法移民如果说他没有办什么法的话 基本上警察很少会去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人就说什么 增加然后涨价 那只是民主党还有左派在那边搞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病毒是真的 如果说是真的话 请他把数据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把炸弹拿出来 他多付了钱这个东西 如果说随便去编故事的话 然后来指控川普 然后怎样怎样的话 anyone can do that this is stupid 很多华人是非常支持左派的那些政策的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微信公众号 华人都有的那些微信公众号 之前呢我也闲得没事干 我看人家那个 有个人呢 在他们的文章下面提出个问题 那个文章是讲堕胎了 很多女性上街要求那个生育权怎么怎么样 他们是非常支持堕胎这个东西 下面就有人留言说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持枪就是自由 为什么堕胎就不是自由 我一看有人针对这个问题 我哭哗哗我就写了一个 对不对 我就一发 结果发文之后就说 要审核才能通过 现在这事过去都一个月了吧 别的留言全都通过了 他们就不通过我这个 这个组织叫做 Chinese in LA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大家如果要是关注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 很多东西就看看就得了 千万不要被他们这种政治观点带偏 因为非常非常危险 很左很左的 华人的这个新资讯几乎都是左 在南加州这个地方 对 世界日报也是左的 1300也是左的 对 华人资讯网也是左的 这些东西都是左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有的新闻来源都是CNN 呀 哈哈哈 MSNBC 对 好下一个 每个人都为他人而打 请问这个世界充满了什么样的人 耶稣会为他人而打疫苗吗 很可笑 很可笑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啊 左派就说 说你们那个因为爱呀 因为在乎别人去打疫苗 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在乎别人去打的疫苗 没有这么好的人 没错 大家全部都是为了自己 没错 而且我说真的啦 说为了别人而打疫苗 都是在骗别人 就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然后听起来好像就是很好听 对 他自己都不愿意面对那个事实 就是他不愿意为了别人去打疫苗 对 左派常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会叫别人去做什么事情 就像那个小女孩 她就是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你们这些坏人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让我们这些小孩怎样怎样 他就是要别人去做事 别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迎合他的政治目的 然后永远都是指控永远都是我最可怜 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影响到我了 对 然后你应该去改变 然后让我变得好过 对 每一个左派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想的 就是别人要改变 然后呢 我可以过好生活 我生活过不好因为是别人的错 这是任何所有共产主义都是这个样子期待的 这东西很吸引人 然后因为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然后会以政府会帮你做什么事情来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很好 耶稣会为他人而打疫苗吗 OK 耶稣不会打疫苗 他也不用吧 对 耶稣会当场医治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人说的实在是太棒了 很多基督徒在那边怕 我们怎样怎样 我们不能开教会 我们不能 因为那个病毒 到了教会好像变特别严重 好怕 对 现在还有的教会三十目的机器 开还是不开 还有一大堆什么刚刚开 就是一直在这样搞 加拿大好像还是关的 然后Polosky又被抓起来 对不对 耶稣是怎么讲的 基督徒是可以这个样子吗 耶稣是去帮麻疯病的人去治病 去拜邪那个女的 他去医治他 然后有病的人他去碰他 然后去医治他 使徒行转的时候 这些使徒全部出去医治别人 他有怕这些病毒吗 基督徒不能害怕 基督徒千万不能害怕 有病毒我们更不能害怕 我们更是要出去救人才对 我们更是要去踏出这一步 当然你说戴口罩 你要打疫苗 是不是正常的 是啊 你打疫苗是为了自己 你戴口罩是为了自己 你如果说你规定别人要打疫苗 规定别人要戴口罩的话 这就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 在现在我们这个时候 教会里面神迹歧视还是一直不断在发生 自从我来了教会之后 很多我们教会的那个 得癌症的什么什么 全部都得了医治 要不我怎么能那么快信毒 或者怎么样 神也是医治我 我原来是有哮喘的 我在没有完全相信神的时候 没有百分之百 相信神是不是存在 然后神是不是真的能管我 就是我出了什么事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祷告了两天 神把我哮喘完全医治好了 然后我才相信说 哇我原来真的有神了 就当时是把我一个感觉很震惊 我吓到了这个状态 所以就是一定要相信 神迹歧视现在还是在 然后神还是医治 所以真的不要害怕 教会该开就是要开 教会该去就是要去 那下一个这个朋友 这有点长 我读啊 对你读 我们的那个忠实观众 他说谢谢Eason 全球人口应该是7.8到7.9亿人 这是我今年看到的数字 而他说6.2亿 我真的吓到 这不是阴谋论 而是新世界秩序已经开始了 7.9减6.2等于1.7 或许你们不相信新世界秩序 但是已经开始 而现在已经不是疫苗问题 能不能活下去才是问题 能源危机 通货膨胀 还有我们的政府真的会改变吗 我不觉得法律可以改变一切 民主党 共和党已经是一丘之鹤 好好活着吧 上帝祝福你们 你觉得呢 我觉得新世界秩序 我们没有不相信新世界 我们很相信新世界 对就是新世界秩序 我们要通过那个新世界秩序 才会走到末后的那个 这个是一个毕竟制度 可是开始还没有开始这个东西 对就是还开始还没开始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商讨的部分 对于我来讲没开始 他们现在是提倡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实施 我觉得是真正完全实行的时候 比如说全球统一什么什么 就很多东西全部都统一 然后我们有一个大的政府统一 然后有一个大的方向 大家都认同 然后宗教全部都统一 或者我觉得宗教合一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废除所有的宗教 对 对 废除所有的宗教 一切都跟科学 现在很多 对就是科学的话 就是变成新的宗教嘛 这样子也是 我觉得 这个合一是什么时候 还有这个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我们是在往那个方向去走 绝对没错 但是你说就是七年开始了吗 什么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七年绝对没有开始 末后七年绝对没有开始 然后他说到能源危机通货膨胀 我们政府真的可以改变吗 其实能源危机跟通货膨胀 在Jimmy Carter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了 然后Reagan改变了这个东西 所以说你说可不可以改变 其实是有可能改变的 只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底线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告诉我们的政客说 你不能碰我们 就从现在 从这条线之后都是属于我的生活 你不能来去碰 如果说你让你的政府去 你要戴口罩 好那我戴口罩 你要打印 我那有打印 你现在你的小孩要去学critical race theory 好 如果你现在小孩你要去学性教育 你现在小孩男的 然后他要去变性 你不能知道 如果说他已经开始 对 然后你这样的话 你才发现说 不行啊 你已经把你的主权交出去了 之前你都说好好好 他们现在其实在做的跟之前是同样的事情 只不过 他们这个东西好像你有点接受不了 之前的东西你都没有关 那你还说什么呀 你主权交出了 人家不管你了 对 那你觉得法律可不可以改变一切 法律是人造的 法律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坚定不能改变的律法 就是神给的律法 然后我们要坚定下去之后 我们才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东西 我们要用神的律法来改变神的法律 这个是基督徒要去做的 这个是保守派要去做的 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希望去发生的事情 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是一秋之河了 共和党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政党 然后他是一直往后退的一个这个东西 而且他的内部也有非常多的政治斗争 你不知道怎么样相信这个政党 你也不知道你绝对不相信民主党 所以说我们只能相信神 我们只能相信耶稣 我们只能相信一个不会变的东西 一个慈善的神 对 那么未来会怎样 我不是先知 我不能告诉你会怎样 但是有一本书 他可以他已经告诉我们会怎样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会胜 对 像说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一秋之河 是因为很多的时候 共和党的人其实真的没干好事 而且很多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受到一些压力 威胁或者是金钱的诱惑等等等等的 他们放弃了他们所坚持的东西 那这种时候我们很难指望说一个党派的人 他会一直去坚持他的理念 你这个很难做到 你不可能期待所有的人 在任何的压力情况下 他都坚持他知道对的东西 他可能知道对 但是他会退缩 他会害怕 所以唯一能靠的就是神 因为只有有真正信仰的人 你才能坚持得住 而且这个人还要持续地去仰望神 不然的话一旦离开神 他也没有信仰的话 他马上就会被垮台 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会害怕 他会怕死的 他会怕失去的一切这些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一句话说 好好活着吧 上帝祝福你们 对我们不仅要好好活着 而且每个人都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 时间很宝贵 从小的时候家长就告诉我们 但是信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再看到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 时间真的很宝贵 不要再花时间去看 没有用的电视剧等等等等 不要再浪费那么多时间 再那么多无意义的 不能带到永恒里面的东西 我们要真的花时间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传扬神的福音 去做一点真实的事 然后我们能把这些东西 带到永恒里面 这个才是最重要 最关键的 那在这里祝福大家 上帝在这里祝福大家 也谢谢大家 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 非常棒 非常好看的 神奇传播的 给我传扶音的小动画篇 有更新 今天大家来看看 好 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一顿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有一天 在一个小镇的理发厅里 哎 老板 您是做哪个行业的 做厨师 哦 做厨师啊 嘿 真巧 我们都是服务业 对呀 你用剪刀 我用菜刀 您在看什么杂志呢 哦 基督徒见证的好消息月刊 嘿 我真搞不懂 为什么还有人信上帝 我认为啊 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凡是尽自己的力量 去做就好 不用信什么上帝 过了二十分钟 理好了 好嘞 您看看 还满意吗 OK啊 谢谢 多少钱 五十 您等一下 我去柜台找钱给你 当理发师走向柜台 准备找钱 此时 又进来了另一位客人 欢迎光临 先请坐 原本那位刚理完发的厨师 却主动地接待 刚进来的客人 安排他坐下 并为他围好了理发部 很快的 那位厨师也拿起了刀 准备帮新来的客人理发 哎 先生 你要干什么 你又不会 哎 你不是说 人最重要的是尽自己的力量 凡事 只要尽力就好 我虽然不会 我现在尽力为他来捡 不就好了吗 啊 哈哈哈 笑